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正在進行他南秦廣東的行程 而在昨天潮州的一站 他到訪了海軍陸戰隊機關進行視察 他在視察當中發表了重要講話 其中一句他就是這樣說 他說要將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備戰和打仗上 保持高度戒備狀態 這番的說話就惹來了無限的遐想 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習近平的這番講話 無論是對於國內還是國外 都是釋出了重要的訊號 在國內來說 第一就是向民眾展示了 在解決台灣問題方面的決心和把握 而且會打得贏 第二就是對國內幹部和民眾說 他是牢牢掌握著軍權 在國外方面 第一就是繼續對台灣私家軍事壓力和心理威脅 相信在未來的一段日子裡 中共的解放軍軍機環繞台灣進行軍事任務 都幾大機會是會常態化的 基本上現在每隔幾天都會傳出不同的消息 比如說老解的軍機在台灣的西南海域上空執行任務 又或者是穿越了台海中線 又或者是入侵了台灣的領空等等 當然大陸方面就不承認有所謂的台海中線 或者是台灣是有領空的 現在習近平的講話 無異就是對於台灣的軍事威脅是具體化了 第二就是向美國釋出訊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上星期連續兩次都幾近明確地表明了立場 第一次被記者問到如果中共決定武統台灣的時候 美國會不會協防台灣呢? 蓬佩奧就說美國不會對台灣問題坐視不利 第二次就是前兩天說的 蓬佩奧就說要確保所有對台灣的承諾是會得到實踐 其實外間的解讀都會理解為 一旦中共真的決定要武統台灣的時候 美國不多不少都會出手來協助 當然就不知道他從哪些方面來協助 因為他也沒有白紙黑字寫出來 或者作出任何的口頭承諾 但起碼來說 肯定不會坐在那裡繞雙手看的 而且出動到美國的第四把交椅 叫做國務卿就是 因為在總統繼任人選上就是第四順位 去到那麼高層級的一個官員 走出來作出這些立場宣示 中國方面都不輸蝕了 之前對於台灣的問題 一直就找什麼解放軍東部戰區的發言人 或者就是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或者是外交部的發言人出來說一下 現在一下子就提升到中央軍委主席的層次 當然就是顯示得出中共是非常之重視 要回應和反駁蓬佩奧的立場宣示 以及就是要對美國展示出 大陸方面對於解決台灣問題是有決心的 好了 當然 現在他參觀的海軍陸戰隊基地 究竟這個海軍陸戰隊的戰鬥能力是怎樣呢 其實都成疑問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翻查資料 解放軍的海軍陸戰隊 對上一次有實際參與作戰經驗的 已經要數到41年前 即是1979年的西沙防衛戰 怕且當時有參與作戰的 將領或是士兵都全退了 亦全退了 現在這一班的士兵 他們沒有實戰的經驗 這是第一點 若然一支部隊超過40年都沒有任何實戰經驗 純粹是通過軍事演習來訓練 除非說他的武器是非常之精良 否則一來就說要吃一部硬仗武統台灣 不多不少都會顯得吃力 第二點就是當時發生西沙防衛戰的時候 中國還未實施一孩政策 而且當時才剛改革開放無奈 生活水平仍然非常艱困 正所謂就是膽正命便宜 但現在就不是了 經歷了很長時間的一孩政策 很多人只生一個兒子或一個女兒 這些兒女當然變了金菠蘿 經歷了很長時間的 經歷了很長時間的 不捨得打也有 這些就有很多例子出現 更何況就是現在的生活條件 的確大陸來說 就是比起往事是富裕了 所以現在說要叫這一班軍人 走去將全部的心思和精力放在備戰打仗上 保持高度戒備狀態 究竟是做不做得來呢 1950年的時候 抗美援朝戰爭 當時大陸就是用了一個人海戰術 找那些軍人去塞住對方的子彈 讓他射不出來也有的 有這些故事的 那時候那些人 第一 很多就是國民黨的航兵 藉著衣服就推去做炮灰 第二 1950年和2020年的生活質素和條件 不能夠同日而語 大家可能在網上都看過一些照片 就是當有一些青年的軍人 被派遣到中印邊境的樹 來駐守的時候 在一輛的運輸車上 竟然扭曲了面容 這樣大哭大鬧 那為什麼呢 當然可能就是對於這個犧牲有所恐懼 所以現在說到這個海軍陸戰隊 究竟作戰能力是怎樣呢 當然就是未知之數 都未打過的 就是這樣 好了 而且這個海軍陸戰隊 主要是用來搶灘之用 但是台灣方面 他又買了這麼多美軍 賣給他的武器 當然大陸就說 那些是過期的 但是就算不是最新的軍備 也好 都仍然具備有一定的防衛作戰能力 那時候這個海軍陸戰隊 如果要搶灘的時候 到底是否確認得到 台灣方面的陸軍和空軍 已經是沒有了任何的駐防能力 阻止不了你搶灘呢 如果不是那個下場 不知道會怎樣 再加上 蓬佩奧連續兩次的立場宣示 那究竟大陸方面 是不是已經 將美軍有可能協防台灣這個因素 擺進去的考慮之列呢 胡錫進自己都說到 說美軍的實力 就在中共解放軍之上 如果中共真的說要武統台灣的時候 而美軍又真的要決定協防台灣呢 那在台灣鄰近的地方 就真的有很多美軍基地 比如說在沖繩 就有加首納空軍基地 普天間空軍基地 又或者在日本 即是 長期附近 就是一個 佐世保的 海軍基地 都未算 在關島又有基地 然後航空母艦 十幾個小時就會使用到台灣 除非大陸真的很有決心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已經完成了武統台灣這個動作 否則的話 一拖到美軍真的去協防的時候 這樣也很嚴重 對不對 另外一件事 就是究竟如果真的要武統台灣的時候 那個最佳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昨天這個日本媒體 叫做直刊富士 就說在這個大選前後 實際如果理性一點去想的話 大選前後 就是我認為沒什麼可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選 他如果就算有爭議都好 特朗普都仍然是在做三軍司令 直至到下年的一月 在大選之後 去到交接期之前 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這兩個月可以操作到很多東西出來 大陸會不會冒這個險呢 好了 第二個 下日子 很多人都說 正正就是總統交接前後 因為在交接期間 就會亡於相關的程序 而無瑕兼顧台灣問題 但是這個說法的大前提 就一定要拜登贏出選舉 才行 如果特朗普成功連任的話 那個交接期就要在四年之後才出現 啊 這個武統台灣的春秋大夢 又要再發四年了 所以 如果理性一點 似乎這兩個日子都不是很大機會 不過大陸政府的決定 往往都會出人意表 不能夠以理性的角度來推斷 好了 最後就想說一下《惠報》的一篇文章 裡面就說到 特朗普長期都指控拜登在對華的問題上軟弱 這一篇文章就認為 假如中美關係真的出現危機的時候 特朗普就會借此 令到民主黨看起來更加之軟弱 而襯托得他更加強悍 所以 如果大陸真的選擇在大選之前動手的話 就真的會做了特朗普的助選團和啦啦隊 是等同於送拜登一程而已 所以 究竟大陸會不會真的選擇在大選之前動手呢 我的研判就認為是不會的 但是大陸的事情真的很難說 往往有幾個選項放在他面前 他都會選擇一個最頑端來周行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